今天這張庫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我們有看我們的題目 這張庫 第一堂課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地位 那後面就有一個我的名字 我叫蓮修賢 我們今天要從戰爭史看我們台灣的地位 從這個開始講之前 我先延伸剛剛議長有講到的 剛才在說 議長剛剛有沒有講到說 我們那個軍的 在做事的時候一定要很精神的 我們台灣有一個叫做政治台灣 然後一個是軍事的台灣 在軍事方面他不能亂 一定要很精神的 所以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從這個我就延伸到 你想想看 請問一下各位 你們有看過那個搶救雷恩大兵 以前有一部電影 美國很有名的一個電影 大義跟各位講一下 都是 一家四個學生都去做兵 結果都在二次世界大戰 都會傳回來 傳到美國那邊 他們就要發那個 復文 說如果戰死的 結果 什麼 比如說從波蘭傳來 一個雷恩 戰死了 然後又從意大利傳來 一個雷恩也戰死了 從德國又傳來一個雷恩也戰死了 從德國又傳來一個雷恩也戰死了 怎麼有這麼多雷恩 一個看說 哇 那三個都兄在那裡 結果存一個小小小 現在也在做兵 準備要最危險的地方 努曼你登入那邊 結果他們的國家 決定要去救雷恩大兵 所以派一個最精銳的軍隊 要把那個人救出來 這叫情感 你想想看 那個裡面很多內訌 那電影就在演 那些人在說 為什麼我們這段 蕭勇散戰的人 不去打德國人 不去打德國人 反而要去救一個 他是誰都不知道 然後一個菜鳥的阿兵哥 那個收到的人 收到信件的人 他會覺得說 他會覺得說 他們整個死的孝生 都已經死了 同時發復文 發到他媽媽那邊 他媽媽會多傷心 多難過 他如果收到 他會覺得很痛苦 我說 他會怕說 他會收到 第四個孩子的復文 所以美國軍隊 決定要把那個孩子救回來 這裡面有很多 很難抉擇的部分 我相信 我相信當初 在那69年前 在69年前 美國的麥克阿瑟 我們現在替他想 他可能那時候也很難抉擇 那時候已經簽 舊金山和平條約 然後 那個時候 已經決定 把日本天皇的權力 都暫時的 suspend 就是暫時把他權力都取消 先把他保留 就像我們現在的那個動省一樣 就先把他的權力都保留起來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狀況 我們可以很了解到說 他有一個很難抉擇的部分 到底台灣的未來要何去何從 台灣那個時候 是我們的不幸 我們台灣人的宿命 因為那個時候 在當初在攻擊的時候 日本覺得台灣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島嶼 台灣有浙塘 台灣有他的鐵路 他的這個下水道設施 台灣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資源 所以他覺得台灣很重要 所以在那個時候 他派了 第十方面軍 最強的關東軍 駐守在台灣 現在軍隊在作戰的時候 軍隊在作戰很簡單 我一定會去打 次要的敵人 然後呢 甚至有的時候是聯絡次要敵人 來打擊主要敵人 我今天我會先去打 比較好打的 市值會挑軟的吃 很正常 我們當然會先讓我們的 我們的軍隊減少傷亡 所以他那時候看台灣不好打 琉球很好打 所以他開始 他們就實施了一個跳島戰術 這個跳島戰術 在當初 決定了台灣的未來 因為他在1945年的 3月26號 決定跳過台灣 去打琉球 因為台灣那時候 有太強的軍隊在這裡駐守 他知道如果來打台灣 台灣又大 傷亡會很慘重 可能打了很久都還打不到日本去 所以他先把琉球佔領起來 所以他1945年的3月26號打琉球 很快的 五天之內 他就把琉球幹掉了 真的是如他們的戰術 今天一個軍事指揮 他一定要有一些戰術的運用 他很快的他就把琉球佔領了 所以在1945年的4月1號 他佔領琉球 在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呢 因為有關東軍的保護 所以台灣只有受到轟炸而已 台灣並沒有很大的損失 所以在1945年的4月1號 台灣也接受 詔書 日本天皇正式實施 日本帝國的憲法在台灣 4月1號對日本來講 他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比如說琉球被佔領 日本天皇他實施什麼一些政策 然後台灣那時候實施的 日本帝國憲法也是在4月1號 所以跟各位講 4月1號不是愚人節 4月1號也是我們的秘書長 跟秘書長夫人的結婚紀念日 所以4月1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我們要開始改變一些觀念 你們現在開始要改變了 為什麼 我想請問一下各位 這69年來 你受了很多的訓練 受了很多的教育 你今天來到這裡 你把杯子倒空 你要開始學新的 你沒聽過的歷史 那我請教一下各位 你以前學的是什麼 你這69年來 你學的是什麼 你是不是學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不是嗎 所以甚至你不用學 你莫名其妙的 你都已經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到底怎麼會成為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是大人可能更了解 因為他們本來是日本政 日本政你如果是日本人 你的財產就要充公 所以他們要改成有中國的名字 他們才可以繼續保有他們的財產 他為了他們的自己自身的利益 沒有辦法被逼的 可是他們很早以前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是日本籍 然後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都不知道 我一個出席 我就是中華民國國籍 一直到 我到國外去 開始去上一些課程 連外國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你的護照怎麼是綠色 我的護照是紅色 我的護照是藍色 你的怎麼是綠色 那些國家開始好奇 為什麼我的護照是綠色的 各位知道 護照綠色代表什麼意思嗎 紅色代表什麼意思 藍色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去思考 我們要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 我給各位一個概念 我希望各位開始 明日有交代 我們現在每個人 我們要做政務官 我們都要向電腦 你也可以上Yahoo奇摩的官網 打知識家 知識家把它點進去 直接點進去 然後問護照是藍色的 封面代表什麼意思 護照是紅色的封面 代表什麼意思 像那個美國是藍色的 日本是紅色的 台灣是綠色的 像有一些科索沃是綠色的 為什麼他們是綠色的 我們是綠色的 你上知識家你可以知道 這是我給各位第一個去思考的 你要開始思考 你知道嗎 因為你做政務官 你開始會接受到很多的challenge 接受到很多的挑戰 開始很多的人會問你很多的問題 你如果概念不夠清楚 你們的概念如果不夠清楚 你隨時會問答 你會跟他講對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嗎 不是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為什麼他要講中華民國是台灣 你會發覺 我們從國小開始 中華民國在跟我們教的 就開始我們填壓式的教育 你就聽這樣講 這樣念這樣就是對的 我們女兒在學校 現在開始在跟他們講 中華民國在台北 他說這樣有什麼不一樣 他開始跟他們解釋的時候 他們的同學都覺得 他把他砍起來 因為書上寫的都不是這樣 書是誰寫的 書是不是人寫的 我也寫書啊 書都是人寫的 人寫的是有一定對的嗎 人寫的書有一定是對的嗎 書都是人寫的 不一定對嗎 但如果說這個歷史 全世界都承認 大家都講這個歷史是對的 全世界啦 我舉個例子 現在全世界開會 他們在聯合國裡面開會 克林米亞 他們的公投到底合不合法 各位知道聯合國安理會 決定了以後 各位知道答案嗎 有沒有看到那個報導 克林米亞公投 他是 合乎國際法 還是不合乎國際法 你們都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有空要多看新聞 那個裡面 裡面有講到安理會已經通過了 克林米亞公投不合法 也就是說他們公投說他們要加入 俄羅斯是不合法的 為什麼不合法 為什麼不合法 當初中華民國 來台灣軍事佔領 他合不合法 他合法 因為他是接受 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 他進來 他如果成立 像在那時候美國軍事佔領流球 他在1945年4月1號 就成立流球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合法的 好我們現在就來講到國際法 到底什麼是國際法 國際法上面的母法是什麼 叫做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國際法 戰爭法 他是就台灣的 三個很重要的法源依據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現在不再談政治台灣 不再談情感台灣 為什麼要談法理台灣 各位今天為什麼要來這裡上課 所以要各位 今天真的是認真一下 把自己的身心靈都準備好 接受一整天的我們專業講師 我們用各個角度去跟你分析 為什麼今天不談情感台灣 為什麼今天不談政治台灣 為什麼談這兩個台灣台灣沒有出路 我們為什麼要談法理台灣 為什麼談法理台灣台灣才會有出路 那台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 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美國要求我們的 他說要求我們現在我們的 跟全世界宣揚的就是 我們希望台灣民政府希望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為什麼台灣的國際地位不正常 到底是誰讓我們的國際地位不正常 是美國還是台灣 還是美國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國 還是我們自己 這些都要各位去思考的 不要再填壓了 你要自己去找答案 你找答案你的內在才有力量 沒有你會從以前從小 就開始這樣子接受這樣的訓練 你會覺得很多事情就理所當然 習以為常 你會覺得這些都是應該是這樣 這樣應該是對的 我們只要把事情做對就好 生活在台灣島 你只要認真的繳稅 你只要認真的當兵 該政府規定的事情 你該做就去做 你這輩子 就不會遇到什麼大錯 就這樣到老到死 到死之前你會發覺說 奇怪我怎麼心裡面總是有一件事情 那個心裡的大石頭一直沒有放下 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出來 這69年來 東華民國到底怎麼跟你騙 目前在我心裡面就是這樣一塊大石頭 隱隱約約覺得很奇怪 難道你不會覺得奇怪嗎 那我最喜歡看奧運了 我從那個洛杉磯奧運 1984年洛杉磯奧運 我就開始看了 那時候還請假在家裡看奧運 那為什麼 人家都是日本國的國旗 唱日本國的國歌 就冠軍啦 美國國旗唱美國國歌 那為什麼中華民國 我們拿 我們得到獎牌了 我們唱的歌是很奇怪的 也不是唱國歌 是唱青天百日 那什麼 國旗歌 要唱那個山川壯麗 物產風龍 背得很熟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我們出去的奧運代表隊 叫做中華台北隊 到底什麼是中華台北 在座的各位知道 可是你去外面問英文老師 我有問過 最近很認真在學英文 因為想讓自己英文好一點 我們準備要交接政權 你要跟美國人接觸 英文一定要好 為什麼英文老師都說 中華台北就叫做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 是一個簡稱 正確的名稱 很多都會簡稱 Republic of China Roc 簡稱ROC Chinese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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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國際定位 按照萬國公法 按照國際法 這是全世界所承認的 也就是說 這裡的運動員出去代表台灣去比賽 全世界承認他是中華台北隊 他不會承認他是台灣隊 因為沒有台灣隊 因為沒有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在1984年的時候 所以沒有台灣代表隊 現在如果代表我們台灣民政府出去參賽的 就是台灣代表隊 代表中華民國 所以現在台灣你要了解台灣現在有兩個治理當局 你們現在在這裡上課的 這是一個治理當局 我們完全按照國際法 發給各位身份證 發給各位未來發給各位旅行證件 發給各位在路上行駛的 道路交通行駛的車牌 我去年跟著我們民政府的代表團到美國 去年跟著民政府的代表團到日本 我們就是要讓美國跟日本知道 台灣現在完全按照法理 我們現在有一個台灣民政府 他完全按照法理 要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你們昨天開訓的時候 是不是一剛開始就有念到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這裡要先跟各位 開中民意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依照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剛剛聽到了 這裡就要跟各位講 我不是在賣書 你一定要了解像台灣的戰爭史 台灣的法理地位 台灣的新台灣論 這裡面就有真正的台灣的歷史 你讀了真正台灣歷史 你才能夠去瞭解 你以前念的是錯在哪裡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買新台灣論 要買新台灣戰爭史 這些是各位將來 在執政的時候 一個政務官 你要很清楚的邏輯架構 所以下課要趕快去買 沒有新台灣論的 沒有台灣戰爭史 要趕快去買 回去以後用最短時間 這裡把它看完 這是各位的專業知識 你今天要當一個事務官 我們今天到每一個單位 都是政務官 我們不是事務官 你今天當一個事務官 你如果在鐵路局 你要不要鐵路方面的專精 要啦 你在中國石油 你要不要對石油方面 有一些專業知識 事務官 你在處理事情 你政務官 你的專業就在新台灣論 跟台灣戰爭史 所以各位下課 趕快去買台灣論跟戰爭史 這樣好不好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怎麼樣才能夠正常 在後面告訴各位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的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循萬國公法 實踐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好 這裡就講到了 到底 那時候為什麼麥克阿瑟將軍 實施第一號命令 蔣介石來台灣是合法的 那為什麼後來又不合法 他剛才做的都對的 因為他執行 這個太平洋地區的軍事統帥 來執行軍事占領 那為什麼要對台灣執行軍事占領 請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要對台灣執行軍事占領 他打贏了 各位 我們去思考一下好不好 今天一個國家 派軍隊來對台灣實施軍事占領 他為什麼要來對台灣實施軍事占領 因為他打贏了 他佔領我們台灣不是嗎 那到底是誰佔領我們台灣 那我們台灣原來是誰的 那我們台灣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 戰敗國為什麼會有光復今天日 為什麼會有光復節 騙人的吧 而且很慘耶 我女兒到學校去跟人家講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結果我同學就罵他 每個同學都罵他 你不要亂講好不好 他說我講的是真的耶 你講真話 人家把你當瘋子 我們現在這樣子 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了解真正的歷史 然後我們去跟我們台灣的本土台灣人 跟那一千多萬的 不要扣掉那個中國人 跟我們這一千六七百萬的台灣人講 你會覺得很冷耶 他們很冷耶 不是我們很冷耶 我們熱血熱腸告訴他們說 台灣喔 國際地位現在要正常化了 台灣是日俗美戰 昨天我跟一個高級知識分子 我們應該稱之為 中華民國的律師 說到這樣 我很冷靜的跟他講 他把我派 他很兇耶 他說我妖言禍眾 身為一個教育訓練的一個老師 講話 沒有注重自己的身分跟地位 沒有去真正的去檢查 我說 你講的都對 那我們來看 我就問他一些問題 他沒有辦法贏的 我說為什麼 我們整理是越變越明了 我說為什麼 中華民國的奧運代表隊 在外面都叫中華台北 為什麼不叫台灣隊 那是因為國際在那麼打壓我們 他都講到國際 國際為什麼要打壓我們 請問一下 國際為什麼要打壓我們 他沒有打壓我們 他是打壓中華民國 他怎麼會打壓我們 他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煉獄 台灣人現在沒有什麼 沒有國籍 所以他打壓的是什麼 他打壓中華民國 為什麼他要打壓中華民國 為什麼國際上都要打壓中華民國 請問一下各位 他立王政府怎麼可以叫台灣的人民 去代表他去參加什麼 任何比賽 代表他叫台灣的人民 叫一個戰敗國的國民 代表他去參加南北韓戰爭 他做的這些倒行逆施 他對台灣人做的 他對台灣人做的很多的一些 惡行惡狀 所以讓國際上的人 在打壓中華民國 所以各位要了解 然後我這樣跟他講 我說他沒有打壓我們 國際上沒有打壓我們 國際上是打壓中華民國 他會跟我怎麼講 你不要一直變好不好 他叫我不要一直變 他說我一直在變 我講的都是對的 他無話可說 他到最後只好 這很正常 你會發覺 我是學注意力的 我在國外上課 都是上注意力方面的課程 我已經學了大概二十幾年 他這個注意力叫做固著的注意力 什麼叫固著的注意力 他就很清楚的 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受了中華民國填壓制教育 他可能考上律師 所以他背得很熟 所有的法理 所有的法律條文 他背得很熟 所以他會引經據點 可是他會覺得自己 又說服不了自己 你如果一直在說謊 你說服不了自己 因為那個真理是越變越明 我每次在講 你如果一直在說服自己 你說服不了自己 就像我們每次 我告訴我的學生們 你做什麼事情 你會最有力量 做自己從內心裡面 你做的那件事情 你會日以繼夜 廢寢忘食 比如說五寶春 你以為五寶春真的很愛賣 一顆四百塊的麵包嗎 他的麵包真的非常的貴 一條吐司這樣 人家外面可能35塊45塊 他要賣四百塊 你以為他真的很愛賣那一條 這麼貴的麵包嗎 你有沒有看過五寶春 他最近在寫的書 各位之前一定要常閱讀 他在做 他常在做的時候 他就像愛因斯坦 像這些 因為他做出他興趣的事情 各位有聽過 是愛因斯坦還是牛頓 他做實驗做得太認真了 他想說肚子好餓 要煮一個雞蛋 結果把手錶放到那個 有沒有聽過 放到那個鍋子裡面去煮 然後煮了老半天 奇怪怎麼雞蛋還沒熟 一看怎麼在煮他的手錶 他真的是廢寢忘食 你如果在做自己廢寢忘食的事情 你會真的很有力量 所以我剛剛在跟各位講 你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們如果沒有從內心裡面 去了解 你的注意力是非常固著的 因為你會認為那些都是對的 你就開始把事情做對而已 他講的都很對 他講的都是 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教他的 所以我說在你的認知裡面 蔣中正是民族的救星 歷史的偉人 對不對 對啊 那個 如果沒有學過很多專業 你不要用這樣 因為我一直在跟他講對的時候 到最後他沒有辦法回答 我就開始一個問題一個問題 一直問他 問到他都一直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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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講的都是 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 蔣介石是歷史的偉人 那我們八年抗戰打敗了日本 所以我們因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 所以拨遷來台灣 對 你這樣一直講 他都一直跟你對 然後我說 所以呢 那個 中華人民 不是 中華民國 他把這個 台灣的日本籍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他也說對 因為你一直跟他講 他都說對 好 講到這裡的時候 他是有愣住 欸不對 對不對 你要讓他去混淆 好 那不是重點 那個是我們在談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開始去了解 這裡面很多的那些 他在談的過程裡面都是在讓你混淆的 所以當初 為什麼他來台灣 他在台灣 他如果實施國際法 所謂的國際法 在1830年拿破崙戰爭以後實施的戰爭法 拿破崙戰爭之前 拿破崙戰爭之前 誰打贏 那個土地就是他的 兩軍對戰 我今天波蘭跟德國打 德國打贏波蘭了 在1830年之前 德國佔領波蘭 波蘭就是德國的 這樣打不散 這樣永遠大國欺負小國 這樣永遠在國際上就沒有公約 所有的小國隨時要準備 心裡要插在等 隨時準備會被兼併 被併吞 所以在1830年之前 台灣就是這樣 台灣經歷過非常多的國家 來到台灣 那時候北部有西班牙 南部有荷蘭 不是嗎 再來滿清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來到台灣 那在1830年之前 所以各位要知道 1830年實施戰爭法之後 實施萬國公法 實施國際法之後 每一個國家都知道 佔領不得一專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這裡想請教一下各位 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厲害 它打敗很多國家 德國那時候有沒有打敗波蘭 有沒有打敗法國 法國跟波蘭都變成流亡政府 他們都跑去哪裡 他都跑到英國倫敦 所以那時候在倫敦 有三個政府 一個叫做英國政府 一個叫做法國政府 一個叫做波蘭政府 波蘭流亡政府 在倫敦 法國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英國政府也在倫敦 請問一下 倫敦市民要聽誰的 倫敦的市民 要聽英國的還是法國的還是波蘭的 你都知道 當然聽英國的啊 有可能倫敦市民 現在波蘭政府在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要選舉 因為他要暫時選 那個流亡的總理好了 他叫英國的市民 倫敦市民去投票 有可能嗎 去幫其實 妳去幫幫幫幫 幫幫幫聯商 波蘭流亡政府的總理 很有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 你像用那個 過去來推斷 現在就知道 當初 法國政府流亡在倫敦 英國政府 波蘭政府流亡在倫敦 這兩個政府流亡在倫敦 他們選舉 跟天倫敦市民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那中華民國聯邦政府的選舉跟我們有沒有關係 沒有啊 你都很清楚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要去投票 被騙了 被騙了 我們都知道在69年來你一直被騙 你要醒過來 你已經醒過來 你要不要讓你朋友醒過來 對啊 就是要有這樣的熱情跟熱力 你在跟朋友講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 所以你新台灣的了解 這上面很多的理論 你把它畫成你自己的 你就能夠侃侃來談 很深刻的從任何角度跟他談 好 那個時候 波蘭流亡政府跟法國流亡政府 他們要怎麼樣 才能夠成為波蘭政府跟法國政府 不再流亡 我現在請教各位啊 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嘛 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嘛 現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德國輸了 好 那波蘭流亡政府 法國流亡政府 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完成合法的政府 蛤 不用啦 他們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就好了 他回去法國回去波蘭就好了 他只要不繼續留在倫敦就好了 他在倫敦就叫流亡 那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他要怎麼樣才能夠合法 回中國嘛 他回不去嘛 為什麼 因為南京那裡有一個石碑 中華民國 1911到1949 1911到1949 什麼叫1911到1949 對一個國家 如果還在持續當中 像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會寫什麼 1939 dash 後面會不會有日期 不會啊 因為他現在是在 正在進行事嘛 他還活著嘛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嘛 那他為什麼又會活起來 我告訴各位 台灣人讓他活起來 我們台灣人 我們這一群 可愛 又又單純的台灣人 又會換著 對啊 我們真的太有愛心了 而且他很厲害 他從一開始就消滅你的文化 他讓你的祖先 我都記得 我爺爺他們都跟我講日語 講一本話 剛開始我都聽不懂 我們小孩都要叫卡獎鬥獎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日本名字 我那時候我還會問 問我爸爸問我媽媽 那為什麼我沒有日本名字 對啊 為什麼我的名字就叫聯修賢 為什麼他們都有日本名字 我沒有日本名字 我爸爸的日文名字很好聽啊 多好記啊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 因為我爸的日文名字就叫Nori 對啊 以前都不知道 我覺得這好好記喔 想到我爸爸就很好吃 沒有開玩笑 所以你會發覺 那個時候 每一個人都有日本名字 他 他一執政以後 中華民國一來到台灣 他第一個 他跟你講說 你如果有日本的名字 你是戰敗國 所以他一來台灣 他先把所有的台灣人 當成日本人 所以你只要有日本名字 你的財產都要充公 你要回日本 因為你是日本人 所以他一剛開始 把我們台灣人都當成日本人 他先逼你 他先逼你 你是台灣人 對不對 你恢復中國的名字 我就讓你 繼續保有你的財產 那我們的祖先會怎麼想 我的爺爺他們會怎麼想 哇 慘了我這麼辛苦拼了 我現在日本名 我日本父母 我如果沒有改過來 我的東西都叫 中華民國充公 因為我是戰敗國 所以我輕人 改回來中國的 所以第二個階段 他把台灣人當什麼 當台灣人 他把台灣人當作台灣人 開始分了 我是中國人 你是台灣人 你們不是日本人 因為你們自己都決定了 你們要改中國名了 因為你們要財產 你台灣人是台灣人 不要說 你現在台灣人 沒有國籍 你如果要有國籍 你要恢復你的國籍 你的國籍叫什麼 中華民國 他又跟你騙了 你就改成中華民國 所以第三個階段 他把你當成中國人 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慢慢改變 那中間他用很多的手法 那每個人都會用 他的手法 有一些很殘忍 像228事件 他就用戰爭法 但我們先聽完 我們下課還有很多時候 你們有很多時間可以聊 你們有很多的概念可以聊 你們有很多的概念可以聊 我們先聽完 聽完你才能跟人家分享 你才會去了解 我們到底我們的 要怎麼改變我們的宿命 所以 現在 台灣國際地位要怎麼樣正常 就是這樣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的佔領權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在每一次的課堂 都大聲的疾呼 請美國總統 請美國總統 完全實施對台灣的軍事佔領 美國總統現在沒有實施對台灣的軍事佔領 他只是在旁邊看 隨時有需要他會出現 你只要有需要 我們南北兩個基地 都有他最強的那個戰績 但是這些他都不會讓我們知道 我們也沒有必要知道 因為我們自己覺得我們是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人 所以他對我們現在很防 我們現在很複雜 他要防我們 一方面 我們現在有一群人 說我們要成為我們回來的 回到二次世界 但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 然後我們要成為我們的日本 日俗美在我們的 日本台灣人 然後一方面又有一群人 他認為他是中國人 要竊取機密情報 美國的機密情報 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覺得台灣現在很複雜 他怎麼放心把武器交給台灣 他當然不會把武器交給台灣 你按照這些邏輯去分析 美國是一個很 很重視自己利益的 他一切都以自己利益為主 所以 其實他那時候真的有想要處理蔣介石 蔣中正 杜魯門就是 杜魯門一個國家的元首 一個國家 美國國家元首 杜魯門是很有 他很有那個決策力的 他會 氣到脫口而出 脫口而出說什麼 蔣中正 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一個總統 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說蔣介石一家都是賊 真的很賊 他一方面 麥克阿瑟將軍說的 叫他來佔領中華 佔領台灣 所以他可以在台灣實施 戒嚴 被你 反抗 我就實施戰爭法 戰爭法 如果 我佔領的那個國家 那個人民有反抗 我可以就地處決 美國拿他沒皮條 他違反國際法 把台灣變成中華民國 他說 你也這樣 美國自己也不守國際法 所以美國那時候真的把一家都是賊 引到台灣來 那蔣介石來台灣的時候 他很鬧 他不敢來台灣 你現在去 我告訴各位 你們上官網 左邊下面有台灣戰爭史 我現在講的這些都是在台灣戰爭史裡面 你一篇一篇都可以看到 你把它整理起來 這不知道第幾篇 300多篇還200多篇 他裡面講到 蔣介石那時候戰敗了 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告贏美國 我們開始可以看他們的機密檔案 包括很多的 當初怎麼樣處置台灣的機密檔案 我們都看到了 當初蔣介石打敗了在重慶 他想說要來台灣 以前會飛過來 但是他不敢飛過來 因為那時候麥克拉瑟將軍 把台灣的政治權 就是管理政治的管理權交給陳怡 把軍事的管理權交給誰 孫立仁 各位有聽過這兩個人 陳怡跟孫立仁 陳怡管政治孫立仁管軍隊 所以這兩個人就佔領著台灣 就是那時候的台灣的民政府 就是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 那蔣介石來這裡是什麼 他是流亡 他沒有辦法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委託佔領的是 陳怡跟孫立仁 所以他直接帶著他所有的機要顧問 包括他老婆 飛到澎湖 他在澎湖 在澎湖等了十幾天 叫他老婆 飛到美國去找羅斯福 他沒起來很厲害 蔣介石也沒辦法 他眼睛閉著 因為 那個 中華民國在美國 有一個外交官邸 叫做雙向元 各位知道嗎 雙向元 宋美齡去那個 美國的時候 他沒有住在雙向元跟羅斯福交涉 他直接住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白公 接下來我就不用講 所以呢 羅斯福就說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只要孫立仁跟陳怡答應了 孫立仁跟陳怡答應了 我就裝作沒看到了 宋美齡都這樣這麼犧牲了 對不對 都沒在雙向元交涉 來白公跟我交涉 而且晚上都沒有回去 所以他這麼犧牲 好吧 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蔣介石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然後呢 他就問孫立仁 我要來台灣可不可以 孫立仁既然美國沒有反對 孫立仁呢 就帶著他所有的幹部 直接飛到澎湖 說我們永遠效忠領袖 所以我很不喜歡用領袖這兩個字 領袖 所以他說他永遠效忠蔣介石 所以蔣介石就飛來台灣 飛來台灣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把孫立仁軟禁起來 所以孫立仁就開始他悲慘的歲月 一直到老一直到死 很可憐 這是真正的歷史 蔣介石不會說 當初 在對日本宣戰的時候 在對日本宣戰 在中國有四個 有四個 有四個中國 第一個是汪精衛的中國 第二個是滿洲國 汪精衛的中國跟滿洲國 這兩個國家是對美國宣戰 毛澤東在延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蔣中正的中華民國 他們兩個對日本宣戰 也就是說那時候中國有四個中國 有兩個對美國宣戰 兩個對日本宣戰 那些中國人到底要打誰 那就是那個時候的中國 沒有什麼國際法 沒有什麼萬國公法 也沒有什麼戰爭法 而且最諷刺的是 當初那時候中華民國宣戰 蔣介石那時候只是行政院長 他根本沒有宣戰的權利 誰宣戰的 林森 那個資料各位都可以看得到 宣戰的那個人是林森主席 所以這是真正的歷史 你在那些歷史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說 你很混淆 我從小歷史念得不錯 歷史都考得滿好的 中國的地理我也考得不錯 清康障高原是哪一條河的發源地 長江還是黃河 這些都是中國的歷史跟中國的地理 然後突然你念到正確的歷史的時候 你會真的很混淆 到底什麼是真的 到底什麼是對的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給我真正的歷史 我的小朋友要怎麼樣才能夠學到真正歷史 難道都要到國外去學嗎 因為在國外台灣的歷史才可以呈現嗎 還是等到兩三百年以後 常常在講 那些寫史書的 他們要嘛就冒著被淹的危險 像司馬遷 要嘛就冒著生命的危險 才能夠寫出正確歷史 曾經有一個 我去上課 我的歷史老師告訴過 很經典的一句話 你看到的教科書寫的這些歷史 他只有人民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你看到的外面寫的野史 就是小說 只有人民是假的 其他都是真的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看 很簡單 你就看那些小說 再把可能是哪個人對進去 就是那個人真正的歷史 各位了解嗎 你看到的教科書寫的歷史 他只有人民是真的 其他通通是假的 然後你看到的小說 他寫的歷史 只有人民是假的 其他都是真的 很諷刺 這叫中國 就是這樣一直騙 中國從康熙那時候就開始騙了 康熙給他一個兒子一個很美妙的願景 說我幫你留很多錢 所以呢 以後雍正乾隆 你們通通不用加稅金 所以他留給人民 留給中國的人民說 我告訴你們 我告訴你們你們以後會封衣足食 我已經告訴我的兒子 永遠不能加稅金 你們現在講的稅金 以後不管怎麼通貨膨脹 以後不管怎麼增值 稅金就是不會加 我已經在我的遺書上面寫得很清楚 永不加富四個字 永遠不加稅 結果後來雍正乾隆有沒有加稅 老爸說不能加稅啊 所以他們沒有加啊 國家的稅金沒有加啊 所以現在 中華民國為什麼萬萬稅 什麼土地稅 增值稅 然後燃料稅什麼 這些都是跟中國學來的 中國開始就有 我不能加稅對不對 可是我要打仗啊 我要去征服別人啊 我要錢啊 我錢就是不夠啊 打仗花的錢最多啊 所以他開始很簡單 現在開始 你只要犯死罪 一百萬兩 變無期徒刑 一千萬兩 換你沒罪 開始有買罪的銀子 叫異罪銀 異罪銀不夠 因為那時候這樣錢還是不夠 我沒有加稅喔 我只是從地方 從別的地方去 變錢出來 再來 你要做官 可以 做官 現在中華民國都這樣啊 你要做一個 你要去清潔隊 二十萬 要去做一個 要去收 收清潔工 現在那些外勞 不是都學會的一樣嗎 他來之前 兩年沒有薪水 因為全部扣掉 你第三年才有賺到 第三年賺到也是 抵得過你在 那個 原來的國家 不要賺三年的錢 所以你最近才會看到很多的新聞講說 有一些外勞被欺壓 他們不敢反抗 因為他們還沒有把錢就繳清 被雇主欺壓 祖孫三代欺壓 然後一直到錢都繳清了 他才去報警 這些都沒有人權 台灣基本上現在都沒有人權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現在台灣的民主要跟中國 thirsty 他的一位 segundo 沒有我們 這樣子討論 和老大 沒地範圍 給ene Dies 萬國公法裡面有講得很清楚 佔領不得宜傳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中華民國就算在台灣 一千年一萬年 他還是流亡政府 他不會就地合法 因為萬國公法已經規定了 除非今天全世界都要改變這個法令 全世界誰會改變這個法令 改變這個法令還得了 那伊拉克現在就是美國的 不是嗎 那科威特就變伊拉克的 所以科威特伊拉克 全部都變成美國的 中國去中間的國家 中型的國家併吞小的國家 然後大型的國家併吞中小型的國家 全世界就乾脆一個國家就好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萬國公法不會改 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當初其實 蔣介石把台灣籍全部 規劃成為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引起世界各國的反對 所以那時候世界各國他們就有詢問 在機密檔案裡面就有詢問說 可不可以讓蔣介石的政權繼續流亡 他不適合留在台灣呢 因為他違反萬國公法 然後他們就詢問菲律賓的總統 蔣介石這個中華民國 可不可以流亡去馬尼拉 這是蔣經國寫給蔣介石的信 老爸 那個美國好像要叫我們繼續流亡 後來為什麼沒有做 為什麼沒有完成 他們繼續流亡就好了 因為馬尼拉政府說 可以啊 我可以讓蔣介石流亡 但是流亡的期間 兩天 他來了就要走了 搞屁啊 他只讓他流 他覺得他太賊了 來到這裡不知道會對菲律賓起什麼大的變化 我可以讓他來過境 兩天 兩天他就要走 然後那時候遇到南北韓戰爭 遇到南北韓戰爭之後呢 突然美國會需要中華民國的軍隊 所以中華民國只好繼續留在台灣 這是我們可憐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今天 我們都很感謝秘書長 如果沒有秘書長 讓台灣人民醒過來 我們就算一千年 就算一萬年 我們的子子孫孫 都會習以為常 然後一直會感覺 國際在欺壓我們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辦法 國際地位正常化 為什麼台灣就不能走出去說 我是台灣人 為什麼我說我是中華民國 大家都不承認沒有中華民國 他說中華民國早就亡國了 因為他違反萬國公法 所以我們現在才要要求美國實施 他們完全按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實施對台灣的軍事占領 完全的軍事占領 不要請人家來代理 這是有法律可以依循的 我請問一下各位 你今天跟你老婆簽了結婚契約 你們簽了結婚契約 你們沒有去互贈事務所辦離婚契約 你們的婚姻有沒有效 有效嗎 你已經結婚了 去互贈事務所登記了 已經是夫妻了 你們沒有去離婚 永遠都有效對不對 所以如果小三永遠是小三對不對 因為你們沒有離婚 舊金山和平條約 有一個人說他已經無效了 有沒有聽過有一個民進黨的一個博士 他說已經無效了 姚家文先生 1952年4月28號 快到了 後天我們會登全版的廣告 1952年的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請問一下現在有沒有失效 當然沒有啊 我們有跟他簽那個另外新的條約嗎 沒有嘛 所以一直都到現在嘛 下官條約有規定 台灣澎湖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永遠 永遠喔 那請問一下 這個條約現在有沒有效 有效啊 有效啊 我們是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欸 說什麼 日本天皇竊佔我們的領土 阿K給我看那個那條蚯蚓欸 為什麼每次都要講這條蚯蚓 1624年 這是什麼 這地方是哪裡 這是台灣嗎 這是一條蚯蚓吧 這是一條蚯蚓吧 這是誰畫的台灣 清朝畫的台灣 我想請問一下 這不是整個台灣吧 清朝那時候在1830年之前還是1830年之後 18幾年定那個下官條約 1895年 所以在1830年之後還是1830年之前 之後 所以那時候已經遵守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所以下官條約定的永遠都有效 因為那叫萬國公法 台灣已經完全割讓 永久割讓給日本 更何況 台灣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台灣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 這中國說的嘛 你不要相信中國講的 中國一天到晚在騙人 我們講1624年的時候 台灣好他們畫的台灣是這樣子 當初荷蘭人 一來看到台灣 哇好漂亮的寶島 他叫佛爾摩莎 他說 這個福爾摩莎 我看到滿個平原 加南平原上面都是梅花路 我可不可以 他跑去找那個明朝的 1624年是明朝 他找明朝的那個地方官 我可不可以 進貢 對你進貢 因為我想要在這裡種甘蔗 蔗糖那時候在歐洲跟黃金一樣 我想在這裡種甘蔗 我想在這裡列補梅花路 因為梅花路 他們可以當鹿皮 我們可以冬天可以保暖 你一年要多少 我給你進貢 結果你知道明朝的地方官 怎麼回答他嗎 你們知道他怎麼回答他嗎 想一下他會怎麼回答 好不好 我要進貢給你啊 我進貢鹿皮 進貢蔗給你 那你剩下的多的給我 我拿回去歐洲賣 那個蔗糖賣的跟金子一樣 他就跟明朝的地方官 假設地方官是你 他來跟你講你會怎麼回答 好不好 好啊大家都好啊 那個明朝的地方官 那個明朝的地方官 可能那個時候比較老實 跟清朝比較沒老實 他說 那個地方不是我的啊 他說這樣我要找誰 他說 他接受 他接洽錯人了 他以為那個官窟的 是明朝 明朝的地方官 那不是我管的 我要找誰 他說 台灣是日本的幕府將軍 所以荷蘭人去找日本的幕府將軍 他找日本的幕府將軍 一年禁貢三萬張鹿皮 三萬張 我們那時候梅花鹿真的很多 他還有剩下的可以運回去歐洲 那時候梅花鹿可能被荷蘭人血洗 生態大屠殺 他一年殺超過三萬隻的梅花鹿 好他把梅花鹿 那個時候 在1624年 所以在1830年之前 我們要知道一個歷史的分界 所以在那個時候 日本他實施禁海令 在明治維新之前實施禁海令 所以呢他們的地方官 全部撤回去日本 管理人也撤回去日本 所以那時候才被荷蘭 被鄭成功 被西班牙 被滿清 這樣一點一滴的 又回來佔領台灣 那個時候 誰贏誰贏 我們要說誰贏 有歷史以來 誰贏台灣 誰先佔領台灣 日本 所以中華民國說 滿清他們的祖先 明朝先佔領 那時候騙人了 好 滿清那時候佔領了 他在1895年 按照國際法 簽訂 他要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所以日本人進來了 日本人一進來說 蛤 台灣怎麼會這樣 台灣很大餒 真正的台灣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那其他的台灣 是誰在佔領的 我們偉大的Takasako 我們偉大的高砂族 他們佔領著台灣 的東部 所以這裡叫做 未開化的地區 日本講的 所以他開始花了很長的時間 跟日本 跟我們的高砂族作戰 我們高砂族也不要讓他們 侵入領地 所以你看到賽德克巴萊 看到很多的 我還聽過我們 因為那時候常常去高砂族 去那邊 跟他們講 他們的光榮歷史 所以那時候我還聽過 他們的騎勞講 那時候太亞族 他們已經打算跟日本 戰到 這個滅族都沒關係 真的滅族都沒關係 後來他們的長老開會 我們要選擇 繼續 保有我們的族群 還是跟日本人 戰到最後一兵一組 結果他們長老開會以後說 好算了 不要拿命跟他們拚 我們保有我們的血脈 所以太亞族才會繼續留存下來 沒有台灣 現在沒有太亞族了 跟日本人 戰光了 所以在日本 他就 對台灣開始實施黃民化 他開始對台灣實施完全的佔領 然後他開始在1945年的4月1號 宣布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天皇 開始對台灣實施日本帝國憲法 這也是一個分水嶺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分水嶺 因為在那個當下 台灣就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 意大利 他佔領索馬利亞 但是索馬利亞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所以當意大利放棄 對索馬利亞的佔領權的時候 他只要放棄他的right跟他的title all right跟all title 他不用放棄他的all crime 什麼叫名氣主張 日本天皇放棄台灣 因為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他暫時放棄台灣 他放棄對台灣的所有all right all crime all title 他要放棄三個 才能夠把日本天皇的權力 suspend 那請問一下我們台灣 怎麼樣才能夠回復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現在怎麼樣讓我們台灣 回復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這堂課上到現在 上了整整55分鐘 對啊 都忘記跟各位講 如果各位真的想上廁所 各位外面就有廁所 不用跟我講 也不用舉手 上到現在足足上了55分鐘 請問一下 我回到開中民英文各位 台灣國際地位 現在要怎麼樣才能夠正常化 對啊 講得很好聽對不對 我們日俗美戰 我們一步一步來啊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 回復國際地位正常化 對啊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去日本 去請日本 修改他們的憲法 恢復日本帝國的榮光 所以我們要開始 尋求美國 對我們台灣實施 只有美國對台灣實施 完全的軍事佔領 才不會有良 人家插顆打魂在那邊搗亂 才不會有一個中華民國 一天敢在亂 然後我們真的要去 對美國不斷的要求 不過美國 他真的 不遵守國際法 慘的是我們 所以我們才會用這個 我們民政府的必修教材 那個阿K 我們才要用這個方式 一個一個的告訴美國 讓他們知道 這很重要啦 這真的很重要 你要了解 當初美國怎麼佔領琉球 我們要尋琉球模式 回到日本 日本帝國 你去上台灣戰爭史的官網 你就會看到 台灣民政府的法理學院 上課必修教材 你去找這一篇 這篇很長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講完 我只能 重點講給各位聽 1945年的4月1號 他3月26號打琉球 4月1號就佔領琉球了 你看他4月1號就成立 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這是戰爭法規定的 他只要佔領一個地方 馬上要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如果以後佔領伊朗 就伊朗民政府 他要馬上成立民政府 這是軍事佔領機構 因為他不能夠 流亡政府 他不能夠什麼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他不能夠移轉他的主權 所以他一定要馬上成立 當地的民政府 所以美國一佔領伊拉克 七天他也是一樣七天 美國現在的戰爭 真的有的時候要感謝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去幫他設計 沙漠風暴七天 我們台灣的一個學者 我前幾期你去找我 我以前的那個講課 我都有講到 叫邱強吧 這個男生 這個教授叫邱強 七天佔領伊拉克 所以馬上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伊拉克民政府四個月 就辦了伊拉克人民三百萬張身份證 民政府身份證 為什麼我們辦身份證辦那麼慢 是各位太慢知道了嗎 還是我們之前的前輩不夠認真 都不是 因為大家被騙得很習慣 台灣現在詐騙集團橫行 就是因為有中華民國這個最大的詐騙集團 不是嗎 才會這麼橫行 所以你已經被騙得很習慣了 被騙69年 我跟你講 詐騙集團在騙五千萬一億而已 中華民國每年騙你是多少錢 我們整個台灣人加起來是多少錢 我們根本不用繳任何稅金給他 各位知道嗎 按一年的稅金繳多少錢 各位知道嗎 好啦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年的總預算 他要收到這些稅金才能有這些總預算 他一年總預算大概多少錢 超過一兆 所以我們一年給他騙一條 一年騙一兆 騙幾年 騙69年 誰騙的比較多 他騙最多 這樣一直騙你 一直騙你 然後他真正的 他通常在講 你們回來點招 議長就會告訴你們 那個一本筆 一本筆裡面就會提到 其實 在國外的公共建設 你會看到美國的 這個美國去住中國的代表叫什麼 洛家輝 美國總統 他們到 到各個地方去出差 他們用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人民的那個公堂 所以他們都很節省 包括吃的 人家招待那個歐巴馬 他太太要去大飯店吃飯 他不要 他寧可去西藏的那個餐廳 順便給中共洗臉 我去西藏人民的餐廳去吃飯 小餐廳 這是美國的公務員 台灣的公務員 剛好跟中國的公務員一樣 能花多少就花多少 一千萬的建設經費 至少要花三千萬 因為還要大家分一分 然後再來偷工減料 死是死台灣人 又不是死他 那個路有危險 他不會走 他會告訴他的人民 不要做那個 告訴中國人 他們現在都告訴中國人 我們準備要繼續這個過籤 他們在講要轉禁 剛剛那個議長不是講要轉禁嗎 落跑就要轉禁 他們準備要落跑了 所以他們說我們到平潭去 平潭那裡 現在有宋楚瑜幫我們管著 只要中國的第二代 身份證上面是00的 中國身份證上面是00的 你就可以到平潭去抽房子 不用錢 不用錢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不敢讓中華民國的這些 他們以前的同胞 跑回去中國大陸 他們會怕 等下進去裡面當那個細胞 他好不容易一直派人來台灣統戰 結果那一堆中國人跑回去統戰 散播自由的思想 他哪管得中13億人口 所以他就在平潭集中管理 他們自己都知道 1945年的4月1號 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成立 他們也花了整整大概六七年的時間 台灣也大概花了這樣的時間 我們從2006年到現在已經7年的時間 你看他到哪裡 他一直成立各個政府一直到 1952年的4月1號 7年成立了琉球政府 這個時候成立了琉球政府 所以他前面怎麼做的 他剛開始也在摸索 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過了4個月成立沖繩諮詢會 再成立沖繩民政府 再來 燕美群島臨時北部南溪島租政廳 南溪租政廳 南溪租政廳 然後公古民政府 八重三民政府 臨時琉球諮詢委員會 到1950年12月15號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到1952年成立琉球政府 所以台灣應該怎麼樣 台灣應該按照這個模式 其實日本是很守法的 他一切都按照國際法來 現在是美國的亂你知道嗎 我請問一下 當初簽訂下官條約各位知道 日本接收到中國 割讓給他的 不是只有台灣跟澎湖 還有割讓哪裡各位知道嗎 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 所以他接受了台灣澎湖遼東半島 那為什麼10天不到10天 他又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為什麼 他要重新簽訂一個遼南條約 重新簽訂 下官條約之後 再馬上簽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 為什麼 因為1895年已經是1830年之後 已經要遵守國際法 那時候法國 英國都告訴他 遼東半島不能給日本 因為遼東半島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日本說好我遵守國際法 我馬上再簽一個遼南條約 把遼東半島還給他 所以台灣澎湖那時候 為什麼可以給日本 因為是中國的殖民地 所以中國從以前 就把台灣當殖民地 來這裡歐錢的 他從來沒有把台灣 變成他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也還好沒有 給你教材 所以呢 我們才可以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就國際法理地位 各位要了解 我們真正的 我們是屬於日本的 到目前為止 不會變 以後也不會變 因為日本天王講得很清楚 我們日本皇家 不會賣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 習近平說 買去找日本天王 說買台灣 他說抱歉 我們沒有欠錢 我們不用買 所以呢 台灣要怎麼做 依照戰爭法推論 美國軍事建立台灣的模式是怎樣 台灣美國軍政府 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那時候 蔣介石來的時候 他代表美國軍政府 陳怡來的時候代表美國軍事政府 然後呢 所以中國佔領軍 佔領台灣 應該要是 台灣中國軍政府 要成立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設立台灣民政府 因為 我們是日本的領土 所以我們是日本人 所以他應該要設立台灣民政府 他也當初的確都把我們當日本人 他頒不得很清楚嗎 日本人回日本去 不能留在台灣 日本人 只要是日本人 歸到日本籍 你放棄你的中國名字 你歸到日本籍 請把財產都交出來 台灣中國民政府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改制成為台灣省政府 順利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 他前面都有做 他前面都有做 所以美國那時候 沒辦法騎空 一直要改變中華民國 把我們規劃成中華民國國籍 他才做錯 所以他那時候都有成立 台灣省政府 所以那時候 李登輝 他說要廢省 為什麼美國說不能廢省 他就是本質是台灣民政府 他怎麼可以廢 他不能廢 他只能動省 所以 中國佔領當局 中國佔領當局 在1945年10月25號 他說光復節 依照盟軍的協議 分配佔領日本台灣之後 沒有協助本土台灣人 設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現階段本質為台灣 中國民政府的台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裡面 有協助台灣民政府 乃至未來台灣政府 設立運作佔領的責任 所以在時間台灣地位正常化之前 不能廢除台灣省政府 1945年4月28號 中國殖民政權 在美國當局的認可之下 因為代理美國軍事政府 得以繼續佔領日本台灣的領土 但是中國佔領當局 沒有設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 請你 美國當局 你們都有在錄影上面都有在看 現在全世界都有在看 我們請他們 親自執行 佔領日本台灣 請美國 儘快的 親自執行 佔領日本台灣 依戰爭法 設立台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他從1945年 開始用兩面手法 一直騙我們 第一個 你如果不順從 If disobey 你不順從 他會做什麼 以佔領日本台灣之後 對不順從的中國 不順從中國佔領軍治理的 本土台灣人 做那個時候 那些教授 那些醫生 都傻傻說要去找中國談判 結果一去都不回 都被殺了 就是這樣 他用戰爭法 因為你要跟我講 要把我趕出去 所以我用戰爭法 我是美國派我來管理台灣的 所以戰爭法規定 你不順從 我就用最嚴厲的懲罰 偷偷把你做掉 你如果順從 解放中國台灣 他一直都不承認 台灣是中國的殖民地 他一直說台灣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 所以這些 他裡面很多錯誤的地方 你們學通了 學透了 就算律師 他也講不贏你 因為你是戰爭法 國際法 萬國公法的專家 所以我一點都不怕律師 因為律師學的跟我不一樣 他學的那些東西都 上不了台面 坐在台灣可以用而已 到國際上都不能用 你解放中國台灣 把本土台灣人 納入中華民國憲法 就企圖就地合法 企圖 佔領可不可以就地合法 不可以 所以佔領不得遺傳出權 佔領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他企圖就地合法 將台灣避入中國 永遠不可能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我們台灣人不順從 沒有辦法生存 所以我們為了求生存 我們順從他 但是呢 順從我們會視為 你認同中國 中國人的兩面手法 讓本土台灣人 順從也不是 不順從也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政治煉獄 才會莫名其妙去當他的兵 我昨天特別跑回去花蓮 我老家在花蓮 我說我要去除疫 我已經45歲了 我可以除疫 結果他跟我講說 你是士官 50歲才能除疫 我本來要拿那個除疫證明 準備要跟美國要錢 除疫證明 我白當兩年的兵 我為什麼要去當中華民國的兵 當兩年 你要把這兩年的損失還給我 本土台灣人現在兩手策略回進 一方面 我們順從中國佔領當局 我們暫時效忠 反正你兩個治理當局 我暫時效忠你 我可以不合作不配合 我們不要做任何無謂的犧牲 另一方面 我們要不斷的連結美國日本 包括我們年輕人 在座年輕人 如果會上網路 盡量去跟日本跟美國 把這些PO上去 讓美國人民看到 把我們這些 我們官網上面都有很多資料 我們都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把它PO到美國 PO到日本 Facebook的論壇都可以 就讓大家去了解 台灣現在國際地位不正常 請美國人協助 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跟中國切割 以後跟中國當貿易夥伴就好 賺他們的錢就好了 請各位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找日正常化這樣好不好 好 今天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困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 指定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